港封妆让所有女明星都能够在每个基础上更美 一整个经验打出圈 上一年港封妆出手真的已经有200多万人迟到了 我今年就带来一个更简单更吃了新手版本的清港妆 保留港封妆的名念 带个日常清透又港又辣 仿红界刘亦菲 妆感更轻但同样都有这种冰心扑盾 两管特殊脸有着很大的面美效果 大家好 我们大姐港封妆 只要你是一个雅妆长相 都会是我们平面大美女标配 日常显贵 隆重常喝 也能压得住场 百搭不出错 那港封妆的核心就是黑白红 清港妆就会把黑的后妆成本巧妙的去掉一点 让它更适合我们这种小五官和扁平脸的淡眼 低脸底妆 清港妆它保留了港封妆的雅光平面感 但不会极致的雾面厚重 看起来皮肤会更轻薄 反正基的这种半雅光妆面 就可以保留到港封眉女哑光的那种平整上镜 还会更显得我们的皮肤好 简单的遮个霞 光圈散粉定一下妆 底妆家子就搞定了 第二点妆容主要重点的就是我们的眉毛和嘴巴 让我们整张脸更均衡 状的平衡视觉妆容也会显得我们的脸很大气 很有高级感 生化眉毛它是物感和线条结合在一起的 眉粉点球中间开始往后直着 拉出眉毛形状 可以稍微的长一点点 有一个眉峰增加我们的气场 眉头往下 跟我们待会的鼻影有一个弧度衔接 眉尾用水眉笔拉几根 自然的真实的毛发出来 不用太粗细细的 更有古典晦气的感觉 戴一下鼻子 重点在眼角对出来扇根细一点 想要鼻翼小可以在鼻翼和鼻头这里画一个V 很欧险 再拿鼻影刷把它运开就行 它会有带到眼窝着 鼻粉在鼻头上面戴一下 让我们整个鼻子显得更恰 打光高光体量 眼睛下来这一小段和鼻头一半 加了点小灯泡 鼻子就搞定了 我们就来画嘴巴 嘤嘤嘴巴真的很好看啊 滑板唇 然后从凸嘴变成漂亮嘴巴子 拿它这个尖尖上唇 画一个V 把唇珠凸显出来 然后用边边卡一点点唇角 加一个倒V 然后唇角从下垂的变成上扬的 把下唇两边补得圆一点 那我们从三角形变成一个蚕形 你看这样子唇形就会变好看很多 唇中叠图一变 让它更饱满 称一点阴影 让我们人中嘴唇更翘 上下这种美眼中的妆容 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长脸的 会显得我们长脸更长 但是呢 只需要我们把这个眼味降下来 就可以了 还得让我们中底显得没那么长 不用 眉毛到嘴巴打车50块 那眼味下降的方法呢 就是让我们上眼检视比较平的状态 然后眼睛下半部分 增加更多的下垂线条引导 拿一个S码的双鱼皮贴 眼尾这个下垂的弧度把它变平 眼影我们直接拿一个 消肿的肉贵色打底就好 铺大一点 把上下 点金化了 一个杏人形 接着自己睫毛根部快调眼线 眼头可以画高一点点 更窄扇形的那种东方含蓄 腿巴这里细细的拖一条 眼线比我们双眼皮的终点长一点点就好了 不用拖的太长 不然就太有妆感太假了 然后呢 拿一个刀锋刷 沾我们的眉粉色 找到我们眼睛中间 这个睫毛下方 之后呢 从终点往上改眼型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眼角 从下垂的 变成往上扬的 还显得眼角圆圆的很无辜 而且这种下垂的线条 也会显得我们眼味 看起来往下降 就从这里把我们眼睛下肢给补了 不然脱节不好看 将一个卧蚕笔 在眼珠下面 画一个卧蚕阴影 把它连接到我们的眼头 刷子晕开一下 眼尾这里勾上去我们自己本来的结束点 牙光的提亮 放在我们卧蚕度的地方 也是画一条下垂的 用手指晕开 刷睫毛不用太夸张 自然就行 下睫毛可以多一点 用眼线叶笔画几条 再带一个棕色的浅一点的眼珠子 让大家注意到的是 我们整个眼型 而不是颜色更重的这个眼珠 两只眼睛对比 是不是感觉这边的眼睛又圆又大 眼味还下降了 需要打一个淡淡的腮红 提一点气色就好 妆容上面不是要太多重点 越简单显得我们的脸越高级 拿闪片在眼尾三分之二的地方 靠近眼睫 加一点小亮片 小心机 有点内观和清透的感觉 妆容这样子就搞定了 简简单单也可以有 感风味的那种明媚感 阴影在下额线这里 先往下画 再往上 让我们下额线 有这种贴骨的紧致感 还有颧骨上面这个面 可以打亮 就可以显到 简条点流畅 音乐